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双肩论股 我们来看看这支政治股,MyEG 现在大选,MyEG呢,就被提出来啊 就有很多人说,会不会如果是国政大胜 就会开始这个GST,这样的话 MyEG又有这个收益,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有人这样子讲 我们就来看一下技术图 上次我讲呢,看下有没有机会买在0.80 为什么是0.80呢,0.80去这条线 蓝色线,这边 跟这个灰色线 这边呢,0.80呢,又是这个筹码风的顶价 这边 所以,可以判断呢,0.80是一个很强的这个 支撑 很强的支撑呢 嗯 上个礼拜多的时候呢,他曾经一度是跌破0.80的 嗯,这个大跌 但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红铁 那时候去接的话,也好像是很冒险 所以直到呢,过了一天之后 他就弹上去 就这样 这样就 他就设计机会 买在这个位置 这个,因为这个就是要确认讯他嘛 他那天的时候,是一个这么大的这个 呃,是一个非常 长的这个红铁 去接到,老实说真的是 冒险 虽然是跌破0.80,但是风险是很高 应该要等到 确认信号直跌回升的 呀,但是,过一天之后 他就大力反弹 从这个位置弹上去 这样,通常是买不到的 买不到的,呀,都飞扭去定盘 现在他突然是弹上去 这个 但是呢 股价呢,他在这边叮叮咚咚咚 意思说,他在这个 0.80上面 排,呃,盘整 但是呢,他又没有能力突破 这一个筹码峰 这个 这筹码峰呢 就是0.855 他现在价钱是0.83 从这里可以看到呢 从这里可以看到呢 他好像有这个 筹码的这个 套牢盘在挡住他 一上去 就有人卖出来 所以他一直很难上去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 好像很多这些 长长的长商引线,呀 这些都是有个卖业在那边 然后呢 他的POC呢,就是这个 大概是在0.85 大概是在0.85 再高一点呢 就是这个 200天均线 0.895 再高一点呢 又是在紫色线 0.91 就是说 他一向 他这边从这个筹码峰一直往上去呢 都是很多这些 主力线 所以老实说 这个是很难去操作的 尤其是这个 纸线跟这个200天均线 在上面压住他 POC也是压住他 我个人认为呢 他就算有能力 这边弹上去 突破这个0.85 他应该也是很难突破这个 紫色线 也就是0.91 所以 突破0.85 买路 是做一个小反弹罢了 0.91的时候可能就要买出去了 这样操作的空间呢 是相对的少 要不要操作 这个是看人 因为如果没有买在这个低位 就是0.80 你看 你要看一下 如果你买在0.80的话 0.91 这个 是超过10%的操作空间 这个是ok的 但是如果是买在0.85啊 不是0.86啊 0.91要卖的话 大概是5个8 这个是非常的小的 这个操作空间 这不值得去做呢 这个就 啊 站在 站在这个 trading的这个 看法呢 这是不值得去做的 突破他股价呢 再次的往下掉 跌到这个附近 也就是回到来这个位置 0.80左右 那时候 马路的话 我觉得就ok 啊 0.80 我是觉得应该要继续等 等到0.80 有没有机会 如果他继续 如果他继续往下跳 突破0.85 就是往上的话 这个就没有缘分吧 我就讲说没有缘分 就算了吧 除非你是做一些非常短线的 而且你要有时间去顶盘 不然的话是很难的 ok 我们继续观察 看下他有没有机会 回来 在0.80以下 买到 我觉得是ok的 我觉得是ok 因为这边 他是非常强大的这个 啊 支撑 看下有没有机会回来吧 而且这次我跟你说 如果他真的是非要的话 之前这边没有买到的朋友呢 就是好像我这样 就总正在后悔的朋友呢 可能就会 这边买路 加长他的这个支撑的这个力量 ok 这个就是我对买EG的一些 个人看法跟一些操作的一些分享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